今天要带各位一起来了解 三项感应天动机定制结构的制作方式 以及它的结构 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是三项两极磁场的部分 我们这次要跟各位讲说的项目呢 是三项两极线圈的配置方式 为了各位能够比较轻松的去理解 我们采用一个相当简单的结构 就是十二槽以及双层绕 这个也是很常在电弓机械课程里面出现的结构 在残绕线圈之前 必须要先确立需求的部分 第一个需求是三项两极的磁场 第二个呢 它的定值总共有十二个槽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去计算一个圈的总电机角 它的公式呢 是二分之P一个机械角 所以把它带进去的时候 会得到一个圈总共是三百六十个电机角 之后呢 再用三百六十度去除以十二个槽 就可以得到每一个槽所占用的电机度 就是为三十度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参数 之后我们会以这个往下看 在开始绕线圈之前 我们会针对线圈去做预置的动作 方法就像影片当中所看到的 使用绕线机 并且呢使用相同方向 把起爆线绕成一圈一圈的 最后呢再把它标上头跟尾 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对线圈去做整理 以及之后的接线的动作 我们就正式来跟各位介绍 如何安排线圈的位置 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十二槽的定子 我们把它摊开成为直线性 以方便去跟各位讲述 为什么要这么摆放 在十二槽的右边有12345 事实上呢 它是左边的12345 因为它是圆形的 那我为什么把它放在这边呢 那是因为方便各位看 它是往右边拓展过去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要的是两极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槽数去除以2 你就可以知道呢 每极它所占用的槽数会是等于六槽 因此1到6它是N极 7到12它是S极 我们就以这个数据作为起点 开始跟各位做介绍 再来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到底要几个线圈当作是一个极呢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组呢 这边我们会使用一个参数 叫做每项每极的槽数 它的符号是Q 算法呢就是使用总槽数 去除以电源的像数 以及需要的极数 以现在的状况来讲 就是12个槽 去除以3项 再除以2极 所以会得到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叫做2 那这个2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意思就是说呢 在N极下面以及S极下面 A项B项C项分别占两个槽 那我们要放线圈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次会放两个 以占据A项的部分 这个就是每项每极槽数的基本定义 但是呢 每项每极的槽数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如果说把它改成为每极之下 每极所占的槽数 或许会比较贴切一点 因为它的定义就是先分割极 之后呢再以极来做切割的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下呢 A项会放两个线圈 之后呢就会轮到B项再放两个线圈 接下来再轮到C项放两个线圈 以此类推继续往下摆下去 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在A项的地方呢 我们将单一的线圈放在第一槽跟第六槽 它的结距呢就是五个槽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从第一槽往右边跨五个 就是变成是二三四五六 这种摆放方式呢 我们把它叫做短结距 短结距是一种很常见的使用方式 那我们在线圈的左边就标注为S 就是起点 右边就标注为1 是它的终点 如果说我们现在使用电路图的方式来表达的话 就会是像现在所看到的 如果以立体图来看的时候呢 就会是一个线圈摆进去第一槽跟第六槽 再来我们来看第二组线圈 第二组线圈它就是往右边再摆一组 那这种摆法呢就把它叫做分布绕 原本是一个线圈的量呢 把它拆成多个来摊开 那么以电路图来看的时候呢 就会是第二个线圈也摆上去 以立体图的状况来讲的话呢 就是第二个线圈会从2跟8来做摆放的 因为这两个线圈都被我们定义为同个级 所以前一个线圈的尾部呢 就接到后一个线圈的头部 这样子电流通进去的时候呢 它们两个线圈所留的电流方向会是同样的 所以它们所感应出来的级性就会是同级的 以电路图来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之后为了表达的简洁旗舰 我们就把一些不必要的部分把它给删除掉 就留S跟E 这样子呢就组成一个级 以电路图来讲的话 这样子看起来也会比较清爽一点 第一个级摆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摆S级了 S级的摆放方法跟前一个级一样 我们就缩短它的说明方式 根据我们以前所学过的定义 隔180度会放另外一级 所以我们从第一槽往右数六个槽 就是在第七槽的地方会摆上第二个 第二组线圈以电路图来表达就在右下方 在空间上面表达会是像这样 放七跟十二槽 以及八跟第一槽 因为第二级是要放的是S级 所以N级的E点 它所流出的电流 必须要从S级的E点流进去 这样子电流的方向相反 它所产生的极性就会反过来 以电路图来表达 是不是比较清楚一点呢 它的电流就会像这样子 从下一级的E流进去 我们把它全部整理成为一个像 流进去的点叫做A像 流出的点叫做A'像 这两条线最后就会输出到外面 那我们去做接线使用 这个呢是电路图的表达方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B像的部分 我们先用一个线圈来表达 根据定义 隔一百二十度要放的是B像 所以会是四槽 我们就从第一槽往右跳四个槽 因此我们必须从第五槽 开始放B像线圈 以电路图来表达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咯 那么在空间当中 会是怎么表达的呢 就是放在第五槽跟第十槽的位置 再来我们就用比较完整的方式来表达 B像也是根据相当的逻辑 一次放两个线圈 以电路图来表达 就是两个线圈串联在一起 N级放完了 我们要开始放S级的部分 逻辑相同 电路图相同 它在空间当中是怎么摆放的呢 是11跟4 以及12跟5 之后 我们再把线路做一个整理 流入的地方叫做B 流出的地方叫做B' 这样子第二个项就完成咯 再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项 也就是C项 以B项为基准 往右跨四个槽 所以呢会从第九槽开始放 它的电路图是一个相当简单的线圈 它在空间的位置呢 会是在于第九槽跟第二槽 有没有注意到越来越复杂了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个比较完整的线圈组 在电路上面他们是串联在一起的 在空间当中他们就是摆放在隔壁的位置 终于到最后一个咯 以相当的逻辑摆放S级线圈 显示的电路图也是像这样子 就是尾巴去接另外一个的尾巴 这样子基金就不一样了 那么它的空间的摆放方式是怎么样子呢 这样子就全部塞满了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复杂又有点漂亮呢 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所绕的A项 B项跟C项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A项所占用的空间是这个样子 它所占用的电路是右图的地方 隔了四槽 所放的就是B项 然后呢在隔四槽 放的就是C项 整体看起来密密麻麻的 但是从刚才播放给各位看的影片 是不是就知道 它实际上应该怎么摆放了呢 因此在这个影片 我们会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 密密麻麻的绕线 其实是有机可循的 放置的原则是不会变化的 如果你知道它的基本原则 各种变化的槽数 你都可以去处理哦 感谢观看